大家好 我是Mike 今天要看的劇本就是港產片《媽媽的神奇小子》 這套電影的劇本是有分國族第40架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劇本 即是最佳編劇這個獎 究竟這個劇本寫得夠不夠好呢?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個劇本 好 劇本一開始就交代了蘇媽的兒子阿偉 如生俱來就幻想了一種黃毯病引致腦勁 蘇媽雖然鼓起了勇氣要治好她 但後來也曾經想過放棄 為何這麼說呢? 話說在交代背景的部分裡 相信有這麼多年紀的觀眾就一點都不陌生 由於照顧腦勁的阿偉 蘇媽在工廠工作的時候會帶著阿偉一起回工廠 原因是因為家裡沒有人照顧兒子 以前有很多家庭都是這樣的 可能蘇媽的同事就整股蘇媽 就把阿偉由原本的位置搬走了 而這條稻草就壓倒了蘇媽的理智線 把未懂得走路的阿偉 就放了一條輸送帶上面 估計這條輸送帶的終點 和一大綱工業用的化學液體 至少都是一些煲滾了的熱水 而她的兒子掉下去一定會死 當然如果阿偉就這樣死了的話 之後就沒氣做了 失去了理智的蘇媽 就想在這個時候逼她的兒子 學懂得走路 而在阿偉倒下去的時候 蘇媽又突然回復了理智 禁停了輸送帶 編劇這樣處理 令蘇媽這個角色更加人性化和立體 而在這個時候 阿偉就很奇蹟地 就開始在輸送帶上面走上來 而蘇媽就在這個時候說了一句對白 所有人都不當你是一個普通的人 那你就做一個不普通的人 而故事來到這裡才是真正的開展 蘇媽之後跟她老公商量 要多生一個小朋友 就是為了在她夫妻八年歸老的時候 可以有人照顧阿偉 而鏡頭一轉 我們很快就看到蘇媽 已經和兩個兒子的生活片段 蘇媽在學校裡面 就看到雙殘人士田徑隊的海報 或者那一刻她心想 什麼雙殘人士都有田徑隊的嗎 之後她看到十三歲的阿偉 在屋邨走廊被飛仔追趕之下 才知道原來阿偉是可以跑得這麼快的 於是就替她報名 參加了雙殘人士田徑隊 到最後雖然她未夠年齡參加 而意外就被香港雙殘田徑隊的方sir 發掘了出來參加雙殘人士田徑隊 而阿偉就好像一般的年輕人一樣 以為訓練很簡單 當然最後就遭遇到挫折 這一方面 訓練對阿偉來說太過艱苦了 二來她的成績也未如理想 阿偉就覺得很氣餒 在隊友和蘇媽的鼓勵之下 她再次面對 你聽我這樣說 都覺得很籠統 而事實上 劇本上的處理也是一樣的 阿偉因為訓練辛苦 透過隊友講述方sir的遺憾 而重新振作 她也因為跑不出好成績 蘇媽就叫她用力哭 於是她就重新振作 我想可能是因為劇本 想說的並不是阿偉 收訓時候的點滴 所以就匆匆帶過術算數 而這樣的處理也帶來了一些問題 等交代完劇情之後 我就會一次過解釋給大家聽 後來方sir為了遷就阿偉 因為她的平衡力差 跑彎路跑得差 所以就安排她跑第四棒 即是只是跑直路 令到本身跑第四棒的火車東 就奮現離隊 還說除非阿偉 可以跑到15秒之內 否則就不會歸隊 雖然是這樣 但火車東當在最後 就幫阿偉突破了15秒 之後阿偉 就終於首次踏足了殘奧的舞台 開始了她人生的高光時刻 而在這個時候 一個專幫運動員 接廣告的經理人Victor 把卡片交給蘇媽 令蘇媽意識到 再出色的運動員 都有退休的一天 加上阿偉的爸爸 因為受到工商而停了工 家庭陷入了財困 而阿偉最後被迫提早退役 去了做速遞員 第一次踏入社會工作的阿偉 當然覺得相當艱難 可以說是沒有辦法適應 適逢在北京奧運 奧運的勝火會經過香港 方sir邀請阿偉 擔任其中一個伙具手 阿偉就心有不甘地說 我現在不是運動員 而是一個速遞員 並且說到在香港做運動員 沒有辦法養家的辛酸 直到阿偉透過電視 看到正在傳遞成功的運動員 她才真正為自己的退役感到難過 一切都看在眼內的蘇媽 就重新聯絡Victor Victor說只要阿偉做運動員 才可以幫她接合到廣告 既可以賺錢又可以跑步 win-win相贏 不過阿偉的體能和狀態 就因為停了訓練而過於散疏 她唯有張勤補絕 她硬件成績有可能 連初賽都進不了 但是還要花很多時間 去拍廣告維持新計 奧運的比賽已經迫在未節 阿偉最後忍不住 發了脾氣 不出席廣告的拍攝 而同時間又跟方sir起了爭執 認為自己不應該只是練習起跑 因為她認為她的起步慢 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沒有辦法改變了 她唯一可以做到的 就是更加努力向前跑 追回差距 而這句話 就應該是整個劇本中心思想 簡直覺得整個故事的鋪排 都只是為了寫出這句對白 由於阿偉缺席了廣告的拍攝 蘇媽當然很生氣 於是梁母子就在一個訓練場裡爆發衝突 簡單來說就是蘇媽面對面向阿偉 導出了多年的委屈和辛酸 說了一句 阿偉你傷殘 沒有人會怪你 就只會怪我 而引發了觀眾對蘇媽的同情 阿偉出戰驚奧失利 在100米和400米的賽事成績不理想 蘇媽見到阿偉的成績 知道她一定會很難過 就靜悄悄地飛去北京 和阿偉的關係破冰 根據之前的篇幅描寫風格 都知道這個時候 編劇會安排角色 我出傳劇本最重要的對白 知不知道為什麼小明可以跑得比火車快 因為她有個神奇阿媽 在這裡真的聽到雞皮都起 然後善情的音樂當然在這個時候就驟起 在蘇媽的鼓勵之下 令阿偉的表現如有神助 最後拿著金牌 傳片完 看完這個故事之後 不知道作為觀眾的你 可以歸納到這套電影到底想說些什麼 1. 描述阿偉 她的運動員生涯的高低起伏 2. 蘇媽臭大阿偉的辛酸 3. 香港運動員注定黑食 在這個時候我們又看回這套電影的片名 媽媽的神奇小子 那主角到底是媽媽還是神奇小子呢? 在文化上來說 應該就是神奇小子 也就是阿偉 就應該是主角 所以全套電影的大部分篇幅 都是苗寫阿偉 跑步的高低起伏 應該就再合理不過了 但是如果仔細一點看的話 我們就似乎發覺 蘇媽其實不只是一個配角那麼簡單 甚至應該是這個故事裡面的主角 相比起蘇媽的劇情 阿偉的劇情是相對簡單很多的 看完全套電影之後 覺得編劇主要 只是想將角色的圓形 蘇華偉的時跡 浪漫化之後 搬上大銀幕 相反當看到蘇媽的故事線之後 就不難發覺他的內心世界 比起阿偉更值得探討和發掘 因為阿偉在故事上面 只是一味想跑步 而蘇媽就是希望 兒子可以在他離開世界之後 有所保障 從而再引發一連串的劇情 首先蘇媽為了阿偉 而生多個兒子 幫阿偉報名傷殘人士田徑隊 蘇媽打兩份工 都是為了讓阿偉可以繼續跑步 他又為了阿偉去找經理人 Mitta 而蘇媽也很想幫阿偉找個女朋友 這些都是一環接一環去改變蘇媽的決定 阿偉在角色上都有所改變 但能夠稱得上關鍵的轉變 只不過他是為了家庭的身體而放棄了做運動員 反觀蘇媽的故事就豐富得多了 這樣看來蘇媽似乎比阿偉在主角上的比重 是更加重要的 那誰是主角這個問題 是不是真的這麼重要呢? 那當然是重要 因為這件事情 直接影響了我們怎樣去看這個故事 如果看阿偉是主角的話 故事就會變得很乏味很悶 因為阿偉的想法 由頭到尾都只是想跑步 而後來他想重奪金牌的想法 也是在他後悔退役之後才產生的 如果看蘇媽是主角的話 整件事就很合理 因為由他知道阿偉有缺陷的時候 就知道養大阿偉一點都不容易 既然別人覺得你不普通 那你就做一個不普通的人 這句對白對於我們怎樣去解讀蘇媽作為主角 是最為重要的一條弱事 對白裡面的不普通 其實就是說阿偉相殘 他仍然可以在田徑場上跑步 甚至可以獲得奧運金牌 也就是克服自身的缺陷 而做到非凡的成就 而中間蘇媽為了保障阿偉 在他離世之後的生活 令他忘記了他本身的這個想法 而幸好到最後蘇媽都終於醒覺到他最大的心願 就是令阿偉做一個不普通的人 能夠跨越身體的限制去參加奧運 至於故事的最後 並沒有解決到雙殘運動員黑食的現實 但是在劇本上面 編劇也都的確完成了他的任務 在故事的最後 呼應回故事的開頭 所說的這一句對白 而這句對白 也是蘇媽這個角色 在劇本上面推進所有劇情的動機 不過我認為 這個劇本在篇幅上面的分佈是失衡的 因為編劇在描寫阿偉受訓的片段 直到他贏了第一面金牌 總共用了一半的篇幅來描寫 簡直是太多的 縱觀整個劇本結構可以分為幾部分 第一就是背景 即是蘇媽怎樣臭大阿偉 第二是喜 即是蘇媽給阿偉去參加雙殘人士田徑隊 第二成就是阿偉入了雙殘人士田徑隊之後的訓練片段 在奪得殘奧金牌之後 因為新計的問題而被迫退役 而蘇媽為了阿偉可以跑步 而不停地為他接廣告 最後母子發生了衝突 而轉呢 就是蘇媽幫阿偉剪腳夾和解 最後阿偉醒悟到 跑步的快樂是源於蘇媽會在終點等他 最後贏不贏到金牌呢 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最後就是合 就是說阿偉贏得他生涯最後一面的奧運金牌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到 如果在這個結構上看的話 阿偉在奪得第一金之前受訓的部分 其實不是佔了很多的蝙蝠 反而我會想看蘇媽在她退役之後 怎樣去到平衡 家庭和諧和諧 以及幫阿偉之間 取得平衡而心力交稅 這樣的話 去到後面阿偉和蘇媽 吵架的戲碼就更加有力了 但是在這個劇本上面 我們看不到她怎樣 去安撫回阿偉的弟弟 可以說是完全沒有處理過 我覺得有點浪費了蘇媽和阿偉弟弟之間的一些戲劇衝突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編劇呢 覺得阿偉才是主角 所以加插了很多阿偉前期的運動員生涯 舉個例子 就好像一段在婚宴上看到的成長片段 應該就是講一對新人由相識到相愛 決定報入婚姻的經過 但是當你看了一半的片之後 我還是說新郎哥小時候怎樣成長 有沒有被人欺負 大半之後才開始說新郎哥和新娘之間的事情 這個劇本大概給了我一個這樣的感覺 另外我覺得這套電影有少少看得不舒服的原因之一 就是音樂實在太過善情了 就是一開始在輸送帶那裡已經下了重藥 覺得之後就會直接出Roller 然後傳片完 第二就是微精太濃 就是一些金句式的對白 例如做個不普通的人 電影的後段突然間 就剪了蘇媽對著方sir 一句 你信不信阿偉是一個不普通的人 他說可以一定可以 之類的對白 說出來的時機太過刻意和突压 其實這些對白不是不好 但是如果出現的時機不適當的話 很容易令觀眾在故事裡抽離出力 我反而覺得把這些對白 安排在角色的生活上的對話裡 說出來會舒服和自然很多 這種金句式的對白 換成在20年前的戲 或者能走得通的 但是今時今日就難說了 除非鎖定的觀眾群不是一班年輕人 反而在母子衝突的那場戲裡 所說的對白我認為是舒服的 因為衝突的動機成立 而且說的內容 也不會讓人的感覺是衛趕而趕 這個就是做得相對比較好的例子 總括而言 這個劇本就不是差的 但是創意就真的欠奉了 可能想跟真人真事來改編 而偏向把很多事件 硬硬塞入故事裡 如果以這個水準 要割續最佳劇本的話 我就認為難一點 相比起媽媽的神奇小子 我反而更加喜歡 另一套的候選劇本 雖然我曾經批評 雖然我曾經批評雖然的劇本 在劉伯上的問題過於嚴重 甚至影響了觀眾接收電影的訊息 但至少在雖然的劇本上 有嘗試處理深層次的議題 和探討的空間 而且對白也好好地融入 在角色的真實生活裡 不會刻意去營造 不知道你們又怎樣看呢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分享和讚好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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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